世界最牛是打狙击手,美国两人,俄罗斯四人,最后一位竟是中国的他。 大家都知道狙击手是一种十分神秘的兵种,在战争中也是常常可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常常会在有关特种兵的影视剧中,看到一个狙击手就能翻转输赢的局面,可见狙击手在任务的执行中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美国最近就评选出了世界上最牛的十大狙击手,其中俄罗斯占了最多,有四个狙击手是来自俄罗斯。 这四人里更是有一位是女狙击手,她的战绩是击杀了309人,也是这十大狙击手中唯一的女狙击手,她的名字叫做柳德米拉。 美国也是有二名狙击手名列在上,他们分别击杀了319人和309人,其中有一位叫卡罗斯海斯科克,她的神枪手名声至今都是美国的传说,甚至她还影响到一个白羽步枪的命名。 其中最值得我们军迷关注的就是最后一位了,因为她来自中国,是我们抗美援朝战役中的张陶芳,她也是远近闻名的一名狙击手了,她的记录是214人。 不过要值得她使用的步枪和上面这两个国家的士兵所用的步枪相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在武器相聚这么大的前提下,她能有此战绩也实在是她的本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